面对中国庞大的钢铁产业 西方开始自救了 但是还来得及吗 大家好 我是石涛 最近钢铁行业有一个大新闻 那就是日本制铁公司发起了对日史悠久的 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案 那么这一件收购案 可以说是在钢铁行业的一件大事 非常引人注目 到什么程度呢 连美国白宫都开始关注了 那么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 要对这个收购案进行审查 看会不会影响美国的 所谓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 那么这个美国钢铁公司 那可是一家老牌的钢铁企业 并且也是美国的老牌的上市公司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 这些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 随着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 西方的这一些炼钢公司 可以说是逐步的走向了衰败 那么以美国钢铁为例 在二战期间 美国钢铁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大钢铁生产商 但是到了现在 美国钢铁公司只能说也只是风竹残年 最终落得了一个被日本制铁公司 给收购的这么一个结局 大家知道中国拥有庞大的一个钢铁的工业 我之所以用的是庞大而不是强大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我们资源秉赴的关系 中国的钢铁工业 我们的铁矿石的来源 还是要依赖国外 那么我们铁矿石目前的这个 整个的进口量占到了 我们整个使用量的八成以上 那么这是中国钢铁行业 天生的一个短板 那也是我们之前钢铁行业 虽然大但称不上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近些年来 特别是我们说落实了一个 综合的国家安全观的这么一个战略以来 中国对各个重点的金属产品 都投入了高度的关注 特别是类似于铁矿这样的 我们依赖于国外的这个产业 我们也投入高度关注 甚至专门成立了中国铁矿石集团 来合理的购买这些铁矿石 增强我们整个钢铁行业的竞争力 那么在解决了资源端的问题之后 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整个钢铁行业 庞大而高效的 我们一个非常恐怖的势力 那么以前一直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话 叫做如果把河北省单独拎出来 那么河北省的钢铁产能 能排进世界的前两名 那么如果把唐山单独拎出来 唐山的钢铁产能都够这个世界的前三名了 那么这可见一般的是中国钢铁工业 碾压一般的制造能力 而钢铁工业是个典型的重工业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工业条件下 规模效应能够大大的降低整个产品的成本 如果再加上我们相对低廉的人工的成本 以及更高的一个生产效率 造就了我们整个钢铁工业 实际上我们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 再加上中国一直致力于不断的提高 我们在冶金行业 不只是钢铁 在整个冶金行业的技术水平 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从铁矿石开始的 所谓长流程制钢 还是从废钢开始的所谓短流程制钢 中国的整体的技术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面对这种效率又高 规模又大成本又低的对手 西方的钢铁行业显然它是大不过的 那么也是因此西方国家的钢铁行业 也逐步的走向衰弱 但是大家都知道钢铁被称为工业的骨骼 缺少了骨骼 很多工业 很多的这个现代的制造业 甚至是基础设施的翻新 就无法进行下去 那么钢铁行业的衰弱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 也是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工业化衰弱的一个缩影 那么也是他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逐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有鉴于此 西方开始着力于想要重新构建这么一个自己的钢铁工业 但是我们说去工业化 以重新工业化是难 那么在重新工业化的道路上 西方已经面临的重重的困难 那么在这里面既包括了所谓的环保 包括了人工的工会等等一系列的障碍 还包括了实际上他们在包括工程师 冶金技术人员等等方面人才的匮乏 因此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从西方整体来看 实际上是提升西方钢铁行业竞争力的一种行为 毕竟这种兼并重组 能够提升这些集团内部的成本的分摊能力 但是在目前美国这种区域保守化的所谓的小院高墙的政策之下 美国恐怕不会轻易的让日本来整合自己的钢铁工业 那么这也是西方的整个钢铁工业 包括其他的重工业 无法尽快地赶上中国的重要原因 这些国家他们四分五裂 无法拧成一股合力 大家对这期话在我中看完 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